Bootstrip Layout 产生器 那我们一样点选右手边这个图示 这个地方有个Bootstrip Layout 自动的产生器 我们只要把这个连结网址点过来 预设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些效果 这里面的这个效果你可以按上面这个 Preview 预览 你就可以预览到它 到最后它呈现的这个效果是怎么样 我们再回到编辑这个地方 当你什么东西不要的时候 它有个红色的地方你把它按Remove 这样就什么都不见了 那左手边这个Grid Grid是网格 Bootstrip把整个画面的切成12格 所以你可以把它拉进来 这个Jack就是拖椅把它拉进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设计成是 左边8格右边4格 如果你是要这样子的话你就把它拉进来 拖椅这样就做完了 那这里面呢这边是 网格的部分 那有一些基本的这个CSS的效果 例如说你要 有一个 这个 标题的这个 效果那么你就可以把它拉进来 好你看这样子就是一个标题的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预览的画面 这是我们刚所做的 好 那如果不要的话我们就把它remove掉 把它remove掉就好了 好 那如果说你要有一个表格呢 一样很简单的把它拉进来 你看这样表格就做完了 好如果你要表单呢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表单把它拉进来 你看这个表单很快速就做完了 连上传档案这些东西都一概帮你做完 好我们可以 如果你是要 按钮 按钮你也可以把它拉进来 你看 按钮这样子 你看 这样子一个按钮就做完了 好 那像这有 Styles 这个地方 有几种 几种选项 那你看 这个选项都可以让你 去套用它的颜色 好 那甚至你还可以吗 拖曳变成有这个 图片的 那这个地方有个component component如果你要去做一些 标签啊 或者是 这个叫做 选单 选单你看我们只要把它拉过来就好了 好我们在这上面的做个选单 把它拉进来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把它拉上去就好 OK 你看 这个选单的切换就是这么样的 简单 我们给他预览一下 你看 上面有选单啊 有选单 有表格 有表单 有按钮 最后有按钮 好这样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好当然有一些 JavaScript 大家好在自己研究研究 好那 我想呢我们刚刚 快速的去产生这些东西 无非就是说 如果你对bootstrip 它的语法已经够熟悉了 然后呢你的开发时间又很短 你想要很快速的去开发 你的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bootstrip的layout产生器 快速的去获得这些程式嘛 好当然我们在这个录影档里面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教 各位好怎么样去 把我们这一个录影档的 页面把它产生出来 我们并不会去用这个 bootstrip的layout的产生器 这只是提供你如果你要 快速开发一个 网页的时候你倒是可以 为了节省时间的理由 来用这个layout产生器 那当然最后的程式码呢 你可以从 这个地方叫download 下载 那下载的时候他会问你 你的 账号跟密码是什么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sign in 如果你已经有申请 账号密码的话 你看 这个地方你可以 下载一个 压缩档 那或者是说你只要 其中的某一部分的这个 程式码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好